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又是卡洛斯 大家看到我之前已經和學生做好 電腦控制的樹琴 為何我現在又拆掉 原因很簡單 因為樹琴還有缺點 要開始講電腦樹琴的缺點前 要講些樂理 可能會有點悶 在傳統鋼琴上 每一個八道總共有十二個音符 七個白色 五個黑色 如果將它高低排列好彈出來 我們就稱為彈半音階 而我們所講的傳統樹琴 就算你未學過怎麼彈 就這樣走過去順著彈 都可以了到一個由白鍵 所組成的絲大調音階 咦?那黑鍵在哪? 那就彈不到半音階咧 你說得沒錯 所以彈樹琴的人 他想彈到黑鍵上面的音符 就要用雙腳去踩樹琴下面的打板 才能夠做得到 這樣搞法 彈樹琴的人 不止雙腳很忙 而且那些半音階 很多的浪漫派樂曲 他是幾乎沒有辦法彈到的 而很多時候 在樂曲中要轉調的時候 還要特地放些休止符 讓演奏者有時間去踩踩腳踏 去調一調音 至於我們買回來的小樹琴 情況都是一樣的 要彈半音 就要把槓桿推上去 好像最低音的F 就這樣彈到F 推了槓桿 就會彈出F-Sharp 升F 假設你要彈D大調的樂曲 學過樂理的人 就知道要彈兩個聲好 分別是F-Sharp和C-Sharp 那就麻煩你把F和C的槓桿都推上去 這樣才可以彈到D大調的音階 真正的大樹琴 它除了有聲 還可以有鋼 但是這些樹琴仔 就只能彈聲音 就彈不到鋼音 要彈鋼B 就要將A升高它 那就表示 不可以同時有A音和鋼B音 所以就不用只要彈到有鋼好的調 因此 由幾百年前巴赫所開始寫的十二平均率樂曲 在樹琴上都很難實現得到 但是我們做的電腦樹琴就不可以那麼差 於是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方法很簡單 就是買多個樹琴來 專門演奏黑件上面的音符 都說了 錢能夠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我的做法是把淺色樹琴的所有音都升高 簡單來說 深色的樹琴就是用C大調排列 而淺色的樹琴就是用C大調來排列 至於做法 我和我的同學已經是家興就熟 先是做一下建構部件 和3D打印部件等等 我們做這隻 就更好看這個系統 OK 不用那麼扭緊 因為還要轉到 這次做黑件 我們全都用黑色的3D打印 黑色的Servo 但是撥紙方面 我們一樣用彩色 例如C大調是紅色 C大調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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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大調是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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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大調是長的 C大調是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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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綠色的就是青色的 C大調是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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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已經有做第一個儲勤的經驗 這次真的做得很快 加了幾個本音 我們試一下兩個儲勤一起 就Mission Impossibl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次的和聲更豐富了很多 可以幾個音一起響 究竟為什麼呢 就是我說Arduino加了一個外置電源 所以今次很多的Servo 一起動動都可以 基本上理念沒有錯 要統一完成這麼多的撥子 就不是這麼難的事 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 如果聲音對 要不要再移動前一點 應該不用 OK 已經做了1 2 3 4 5 6 7 8 9 1 要調一下音 兩個琴 尤其是兩個琴 一個是C sharp 一個是C 兩個都要調 好 可以了 這樣叫做Comatic Scale 可以快的 D sharp 就是E flat 你做完這個琴 你的樂理都會進步 你知不知道 裝好一些音 插多少 25 25 嗯 好了 插這個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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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做一次的reset 按這個 用筆來按 好 那即是不行了 這個 你要調教位置 好 現在怎樣調 向它的右邊 鬆它 扭到這邊 對了 太多了 對了 對了 OK Good 對了 再試一下 好了 對了 在學校的Stand活動裡面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老師教一個學生 而一個學生 又可以傳給其他人 從而互相影響 尤其是高班的師兄 更加敦大哥哥那款 將知識傳授給低班的同學 這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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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7 不過 做之前 就一定要拔其他 在團隊裡面 不同人 有不同的能力 例如阿欣 就比較整齊 整理好電線 以及用索帶 摘好他這個工作 就很適合他做 OK 剪了嗎 對了 對了 好 好了 已經很漂亮了 姑娘 這條瓷帶還沒剪 姑娘 正正 究竟我和同學花了這麼多功夫 去安裝多部薯琴 又為這個整個System 加多了13條鹽 是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大家一齊來觀賞一下 首先就是進行3.5-8度 快速上下行灌音階測試 通過了之後就是轉調測試 原調的菜碼就是D自然小調的 現在我們升高半度去降衣小調 嘩 可以說完全不能頂 又印有魚 好 我們繼續進行聲調測試 最高呢 現在我們是升到B小調演奏的 當然了 12個調的轉調是沒有限制的 但是音域方面有限制 所以去到最高的地方 就不夠音符去彈了 現在可以 12平均一個大調都可以彈到 好多了 之前我們不是曾經說過 傳統的雪琴是較難演奏到 巴哈所寫的12平均率鋼琴曲集的嗎 那測試的時候 就一定不少得巴哈這首作品 Pelute in C C大調前奏曲 彈得C大調前奏曲 就不差再彈到複調式的C大調附加曲 Felke in C 由浪漫樂期開始 音樂充滿了半音階和聲 去到二十世紀 音樂更加充滿了無調性 要考驗這個琴 又怎可以不彈野風飛舞 所以我相信 用兩部樹琴 用十二平均率去演奏一首曲 人手基本上沒有辦法辦得到 正如我剛才曾經說過 因為在真正的樹琴裏面 所有的半音 是要靠踩在那裡 或者撥動一些槓桿去做出來 兩隻手十斤手指 一邊掛著彈這麼快的曲目 又怎可以繼續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相信這樣用兩部樹琴 去演奏出野風飛舞 我都算是世界首創 但話說回頭 我和同學製造這麼多電腦控制樂器 是否想證明給大家看 電腦演奏音樂給人優勝 我告訴你絕對不是 如果中觀所有我曾經做過的 電腦鼓組 電腦鋼琴 電腦鋼琴 或者電腦樹琴 他們基本上都沒有辦法處理到 dynamics 即是我們所謂的音量 但相反 人類在敲擊鋼琴的時候 可以使用敲擊的速度 來控制大小聲 而演奏彈奏樂器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彈奏的速度 和勾研的心線去控制大小聲 所以很多音樂家朋友問我 做這麼多音樂器 是否想滅絕人類 我反而是想證明給大家看 無論你多用心去做電腦操控的樂器 它都只能是一個編程 或者是stem的研究 不單止不能夠取代人類演奏 反而想證明給大家看 電腦演奏是絕對沒有感情的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來關注 點讚 和轉發開去 拜拜